大家好,隔壁村一位90岁的老爷爷 70年前他随手种了一棵树下条 这棵树非常神奇 给村里带来了不少的利益 这棵树曾经有个珠海老板看中过 想出高价钱收购 其实老爷爷没有同意 我们过去看一下那棵树 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就在前面 我们已经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棵树 这棵树是老爷爷70年前种下几刀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棵树 漂亮 还是溜溜的 当时那个珠海老板完全是为了上面的果子 他才愿意出高价钱收购这棵树 这棵树可以用苍天大树来形容 当时是为了树上的果子 现在这个果子太小了 这个也看不见 等一下我敲几个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的这个果子非常神奇 给村里带来了不少的帮助 现在我找了一个祖国 保存两点 挑一件下来 挑一件下来 哎呀 好紧张 好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种果子 这种果子像不像 这个像不像兔耳朵啊 这个果子非常神奇 要找个有水沟的地方 就知道它的神奇之处 我找个有水沟的地方了 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我先放在这里 我先洗下手 人家说我手上有什么东西 弄起坐脚 大家看见了什么东西都没有 现在开始演示给大家看 大家看见了有没有效果出来了 以前他们村子里的人就拿这个来 磨成粉 把它的皮磨成粉 可以当洗衣粉用 可以当洗洁精用 我再找一开东西来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放在这里开布 大家看一下这开布装不脏 等一下我洗干净 用这个果子来洗 这样拨开来 放在上面就 放在上面就 当时那个猪海老板呀 要一出一百万卖这棵树 老爷爷都没有同意 要用点水了啊 现在我搞点水上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果子啊 不用多 有几个就可以了 三四个就可以了 都可以搞那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棵树啊 给他们村啊 每年每户 结了不少的钱 他们每村里的人 都去把这个带下来 磨成粉当洗衣服 当洗洁精用啊 洗衣服非常干净 很漂亮 哇 我洗一下 看看能不能洗干净 我才要到这个残渣 拿长子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非常干净 这边 我捡几个来啊 在我们老家 这个是叫摇权树 我们土话是叫摇权树 不知道用普通话是怎样叫的 我捡了几个果子 我要带回去试种一下 当时珠海老板 完全是为了树上那个果子 愿意出这么高价钱卖 当时老爷不同意卖这棵树呢 主要原因 是为了更好帮助村里的人 因为这棵树呢 种在这里有几十年历史了 也有感情了 不舍得卖给大家珠海老板 大家觉得这棵树值不值这么多钱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